行动党中委昨晚开会讨论 槟城州议会是否同步解散 但秘书长陆兆福随后透露 会议没有做出议决 不过由国阵执政的彭亨和玻璃市 今天宣布解散州议会 以让州选和全国大选同步进行 彭亨大臣望罗斯迪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 彭亨王储预准解散州议会即日生效 他说州选和大选同步举行能减轻选举开销 另外玻璃市州务大臣阿兹兰曼 也宣布获得玻璃市拉罗预准解散州议会 伊斯兰党中委会昨天议决 伊党执政的吉兰丹 邓加罗和吉达不会解散州议会 吉达大臣沙努西昨天表示 州政府将遵循伊党党义 不会和全国同步举行选举 而邓加罗州务大臣阿莫山苏里 也发稳告表明支持伊党的决定 西蒙方面则是在早前表明 槟城 雪兰娥和森美兰 不会在今年内解散州议会 但宾州行动党却要求宾州 和全国同步举行选举 由于行动党中委会截至昨晚 依然没有最终决定 因此宾州到底会不会同步选举 还有待关注 未经许会